其實有一個非常諷刺的東西 就蔡總統今天特地的出來講話 其實他講到一個很關鍵的事情 他說疫調要透明 整個防疫才會有效 可是問題是現在被質疑最嚴重 就是疫調不清楚 尤其為什麼我們對疫調這麼緊張 是因為這個紐西蘭的機師 太狡猾了 他說的都是沒有講出真相 然後非得要警政單位 去調他的手機 調監視器 然後再說為什麼有你 為什麼你出現在這地方 他才慢慢的切香腸 就跟淑慧講的一樣 你講得不清楚的時候 民眾會害怕 比如說我們現在把資訊 如果極限在12月9號 10號 有人講說加一加超過14天了 我不用那麼擔心 可是你怎麼知道 他之後有包括哪邊 所以我們看這個 他關鍵的染疫的時間表 12月7號到12號 這個地方是北部爬爬罩 這個包括了12號到15號 這一段期間他到美國去 15號到20號這一間 他居家檢疫 我現在就有個疑惑 如果說他在4號 7號這邊 甚至後面被動的發現 他爬爬罩 那我怎麼知道15號 20號 他還有沒有給我搞怪 有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余將軍怎麼看 其實這個事情就牽扯到一個 誠實跟傲慢的問題 如果這個紐西蘭籍的機師 他是非常非常配合 警方問他什麼 或者是這個疫調人問他什麼 他就誠實的公布 完完全全公布 毫不保留 今天這個事情不會這麼麻煩 他的公布是選擇性的公布 例如說你看天母 這個星光三月 跟天母的這個相關的百貨公司 因為百貨公司有監視器 你如果不公布 他也會被抓出來 所以他不得不誠實 我聽說他就是拿監視器 去跟他比對 對 所以我剛剛特別講 是莫凡比掉了監視器 才發現變一個人大頭 沒有 沒有他 我想特別請教一下 就是像他這樣子當資深的 什麼四條槓的資深飛官 他是機長 真的是在他們是橫著走嗎 沒有人可以管他嗎 真的這麼傲慢跟囂張嗎 因為網路爆料越來越多 因為我有很多是飛行員的朋友 包含在各家航空公司都有 飛行員的職場 是近乎軍中的職場 他的階級觀念很重 就是說今天機長 不但要教你飛行技術 控制整個飛行安全 他連你的服裝儀容都可以管理 戴帽子 帽子戴證 他都可以做管理 你說資深機長 可以像其他的機長說 不是這樣 這他的責任 這他的責任 為什麼 這些年輕飛行員 飛行官的這些 考核在他手上 我可以對你做考核 不管是職場倫理 飛行技術 飛行航安等等 他有做考核 如果考核不好 你的考機就不行了 下一次會影響你以後 出任務的這個次數跟權利 所以你說這個飛行員 他對於這些所謂他的長官 非常尊敬 長官在這個密閉空間飛行的時候 他告訴你 我只是嗆到 嗆到而已 不要緊張 沒事 那個飛行官他是不能夠質疑的 你如果質疑了他 他是你的考核官 你以後還得了 所以我說很多時候 在這個所謂的 強制性的所謂的職場倫理 跟疫調安全之間 我覺得每一個飛行員 要做一點勇氣 飛行航空公司 也要對飛行員來宣導 所有的事情莫過於防疫 防疫太重要 今天這個事情只要有一個人吹哨 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另外一國就講 機長 你這個 你是已經被一個機長 最貴 一台飛機上 你掌管所有人的生命 你非常清楚生命的可貴 可是你自己有這個危機在 你怎麼可以到處爬爬走 而且很多人說 這個機長是不是隔三天的 所謂的居家檢疫太短了 其實他是有他的困難度在 那飛行員因為這段時間 他說反正也不用飛 有 貨機都在飛 而且飛得很多 因為現在宅經濟的關係 貨機飛行的頻率非常的高 所以飛行員是很忙的 這個所謂的空服員可能不忙 飛行員很忙 他們的貨機一直在飛 如果你飛一次要隔離15天 那不就來回就一個月去了 就給他一個方便一個特權 但是部分的少數人士就會亂搞 賓購相請教一下 因為像網路說因為機長 沒有人敢勸他 但問題是這個 因為連我們指揮中心都這樣講 你如果說長榮其他的 比他還菜的這一些機師 我可能不可能去冒犯學長 我的這個考核掐在他的手上 可是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們的疾管中心怎麼會說 因為他是機師 我們也管不了他 有人說潛台詞 因為他是紐西蘭的 紐西蘭人 所以我們可能不敢對他怎麼樣 我們對印尼的移工 我們對所謂的小民 對陸佩 我們就是鐵面無私 可是我們碰到這些老外的時候 尤其是上國的老外 我們就會自動的挨結 有這個問題嗎 其實我請大家想一想 如果這個機師是大陸級 你覺得會怎麼樣 對啊 殺無事 如果他是我們自己本國級的 又怎麼樣呢 我們今天會這樣 對他這麼客氣嗎 還會讓他大呼小叫 還會讓他到處罵罵罵罵嗎 我覺得機管中心 其實現在一直在掩蓋真相 然後在轉移目標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理由非常簡單 我們都知道昨天一大堆 關於這個紐西蘭機師的訊息 傳出來 什麼他在負壓病房裡有大吵大鬧 什麼覺得台灣人陷害他 我請教一下大家 這個消息怎麼出來 應該是負壓病房裡面的人講的 對 負壓病房裡的人 是不是都是歸防疫指揮中心管制 請問一下 如果不是防疫指揮中心 有人刻意想要把消息洩漏出來 請問一下記者會知道嗎 不會知道 因為記者進不去 所以這是不是防疫指揮中心 故意洩漏出來 如果我合理的反應是這樣 你說把焦點聚焦在這個人身上 讓你把焦點全部轉移在這個地方 讓你大家都去譴責這個紐西蘭機師 就忘記了 其實防疫指揮中心 才應該負最大的責任 為什麼 對 因為他們的工作的特殊性 你讓他只要居家隔離三天 可是你是不是應該要限定 他能夠去的範圍 你不能讓他跑跑跑吧 因為他只有隔離三天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限定 除了機場跟你自己的家裡頭 其他地方 是不是至少在疫情這段時間 你不能去 結果你是放任他到處跑 然後再來 常用航空是不是本身也有責任 對 我相信常用航空人 自己最清楚他們飛機機師的 這些文化 你也知道下面的人 不敢隨便檢舉他 那你是不是 你最簡單的一個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在駕駛艦裡頭 裝一個鏡頭 你們誰敢在裡頭 把那個口罩脫下來 我立刻公司處分你 他就是因為沒有裝這個鏡頭 所以才這樣子 我相信常用一定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你們做到沒有 那防疫指揮中心 你會不知道中間這些狀況嗎 如果說機師 機師是他到別國 是他一樣落地跑跑照的人 你們覺得他只要隔離三天 就絕對安全嗎 你們都沒有想到 其他配套的措施嗎 我覺得防疫指揮中心 你根本是在推卸自己的責任 這不是單純 那個機師本身當然也有問題 可是不是單純他一個人的問題 而是你防疫指揮中心 跟航空公司 本身都應該負責任 你沒有負 現在你們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推到這個機師一個人身上 老實講推到他身上就算了 反正他也不是台灣人 我也不在乎 但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接下來 你們接下來的管制措施是什麼 有沒有加強 你有沒有限定他們 他們去哪裡的地方 什麼地點你要怎麼回報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 都是靠什麼 靠手機 我們才會知道他的行蹤 他如果不帶手機怎麼辦 你要給他上電子腳的腳靠嗎 不可能 對 因為昨天陳時中說 他會布下天網 可是天網其實說真的 就是手機的訊號 現在就用手機而已 如果我今天取巧 不要把手機 我都放在家裡面 我就可以避開這個天網 對 我講比較難聽一點 難道你能夠在他身上 植入晶片嗎 不可能嗎 像寵物那樣 對啊 不然的話我請教一下 你怎麼去管制他 其實老實說我同意 因為他們工作的需要特殊性 所以讓他只要隔離三天 但是請限制他去的地方 包括他去的家裡頭 或是哪一些 工作上需要的地方 你可以去 其他的地方不能去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昨天陳時中 在晚上7點的時候 7點多 因為他拖了半小時 我剉得要死了 我想說是不是有新生的 對啊 我也在擔心 所以說怎麼拖那麼久 後來他出來告訴大家說 因為他跟地方政府有視訊 有討論說跨年活動 耶誕節活動 什麼元旦升旗 這些倒行的活動 到底還要不要如期的舉辦 後來陳時中 其實我有點訝異 因為以前我們只要 本土的這個病例 這個疫情加劇的時候 我們縮停就行 最經典的就是大甲媽 你敢叫大甲媽縮停 禁止大甲媽出門 可是你為什麼跨年不敢停 大家很疑惑 後來今天最新的發展 就很妙了 全國各縣市的首長 因為首長也很怕 萬一我辦了活動 不辦大家會生氣 辦了萬一疫情擴大 我要背責任 所以我發現各地方的縣市首長 講得都很保守說 我們目前照辦 但是像柯文哲 不排除在活動前一天 都有可能臨時取消 連鄭文燦也是說 我們有可能市情況來取消 只有一個人不一樣 就是高雄市長陳其邁 可能是他專業 他懂比較多 所以他出來講說 這個人還沒有社區感染 所以我們高雄市 我們這個跨年活動照辦 不只照辦 而且他加碼的宣傳 包括捷運也加這個 加長營業時間 還告訴大家 我們這個跨年很多很多活動 他跟其他的縣市首長 完全是兩樣情 余將軍怎麼看這部分 這當然 菜鳥就是菜鳥 我跟你講 所有的縣市長 都經歷過COVID-19的防治 大家從去年春節 一直到整個疫情 稍微在國內控制下來的時候 都是所有的縣市長 第一線火線來處理 他那時候在幹什麼 他在當行政院副院長的時候 他是高高在上 我是長官 我只有手指指著你 你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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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自己要怎麼做 他沒有接受命令 他原來都是下命令給人家 所以他現在 當了高雄市的市長之後 他發現一件事 他兩年不夠用 但是他指揮人家 指揮太多 現在要指揮自己 他發現原來高雄市長這麼苦 我弄了這麼多辦法 才準備要跨年 準備要聖誕晚會 現在你一個疫情要給我搞掉 這個事情 陳時中你該扛一下了吧 你該扛一下了吧 至少幫我Cover到跨萬年 你再來給我進 否則我的民調怎麼辦 我的高雄這麼多的這些廠商 我怎麼交代 他害怕了 所以指揮人指揮久了 現在我講縣市報 環到你身上了 自己扛 市長是你 不是陳時中 真的陳其邁自己扛起來 我覺得這才很重要